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音来了 是吧 起码是你 好啊 我住进第一套就能看到卫星的电视的这个房子 凤凰卫视就天天就是他 哎呦小柯老师 给他学一下那个进广告那一段 怎么着啊 先去一下广告什么什么 当时听到这个语法觉得特别欣喜 来的太及时了是吧 正在我们知音越来越少的时候 小柯老师来了 我我我今天也特别激动啊 因为那个小柯老师咱们新嘉宾 所以那个昨天他们跟我说 今天有个新嘉宾 明天有个新嘉宾来那个小柯老师 我说那能给我一点点小资料吗 因为我平常又不看电视 又没什么常识的人 所以我他们说 写的特别特别特别多 那个那个快智人口的歌 我说你给我说一个啊 说不出来 结果呢 我自己就上网一查 因为爱情 哼 还有 我北京欢迎你 对对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但是那个因为爱情 怎么我听他们坊间唱的都是 北京欢迎你 有什么了不起 很多版本 很多版本啊 但是你看小柯老师啊 一来到我们这儿 就加入了我们神经病的行列 一切都变了 大家看到 三人心欢迎 没错 没错 我们三个人拿着手机上了电视 这是为什么 因为呢 本来小柯老师来啊 是要跟我们聊聊最近的选秀的事 但是呢 上海地铁出事了 现在的我们是录像啊 给大家说现在的时间 就是今天下午的 五六点钟的这个时候 五点半 所以你得加入我们这个快速反应 不对 没错 就不能再聊那个了 就得说说这事 他音乐人得当一回社会评论员了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想逃避音乐这件事 不我们还聊呢 待会儿再聊 但是今天这个事啊 我你看连这个时候咱们仨都一样的 信息掌握都不完全 我们这个编导还在外边 给我手机发发微博 发这个紧急找的这个资料 是 我这儿看见一个资料啊 现在网上已经出现叫就文立看 还是真的 美日经济新闻 2005年1月20号 新华社发的消息 当时的消息 你现在看言忧在耳啊 说什么呢 标题就叫上海地铁不会发生 类似泰国地铁的追尾事故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上海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运营安全处处长朱孝杰说 上海地铁有一整套行车安全管理规范 加上有列车自动控制系统保驾护航 确保不会发生类似地铁列车追尾相撞的事 那个上次那个动车撞不也有一个新闻被翻出来 也是曾经说不应不不可能发生追尾事件 他这个对 咱这当时的这个保证啊 哎 广美又查到什么最新的消息 这里所谓的最新消息都比咱们还稍微落后一点 因为现在的伤亡名单还49人而已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收到是二百二百多人了 二百多人 二百多人 其实我觉得啊 大家现在就是在开始追究责任说 哎呀 是是因为那个某个那个信号灯的提供公司啊 怎么那个温州的也是他们提供 现在这个灯也是他们提供的 但我觉得比较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我们人不可能永远要倚靠电脑的 他们是两点二十分的时候 说星天地那里的信号灯发现发生问题了故障了 所以改为人手操纵 然后两点四十五分就出事情了 也就是说在短短二十五分钟之内 就是说那这就很可怕 这就关系到我们原来我们人脑 我们的应变措施竟然 完全就是一点点应变的这种能力都没有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 你如果遇到大规模 那这个是他的故障 如果你遇到大规模的停电 或者是大规模的一些什么 什么什么黑客入侵啊 扰乱了你的这个系统的话 那得出多大的事啊 你知道这个最要命的事啊 咱们聊的是咱们不懂的事 但是呢因为最近他老出这种安全的事啊 我有一个 我挺巧的 我有一个员工 他给我 他的父亲是在退休前就是在这个铁道部 好像是负责这个信号方便工作 就是说就是信号吗 曾经有一次我们吃饭聊起来这个事 我说这个事已经说责任是9月多少号公布 还是我说怎么还没有公布 你说723那档的事 动车那个事 后来他就给我讲 他说我们他父亲那一代人曾经几次就是上报 说现在用的这个信号控制系统危险 为什么危险呢 说在类似像德国呀 什么这些发达的这些国家 用高铁这些国家 他们的信号灯还都是一半自动 一半人工 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都是全自动 那么全自动电脑系统是有步骤的 它是有次第的 故障了 检修自动完成 随后比如说 最简单例子 它一定是先变 红灯没问题 然后绿灯坏了 坏在那了 那么它绿灯一定是有一个反应速度变到黄灯 还有一个反应速度再变到红灯 那么就是说 它自动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有过程的 是有时间的 不像人工过去喷就给变了 对 你看这个 你明白这意思吧 他们发给我的消息说是260人受伤 说今天下午2点45分左右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现场有几张照片 我们看看 说记者在现场看到 被追尾的列车后驾驶室玻璃碎裂 列车车厢连接处变形鼓起 车身微微向右倾斜 咱们再看下面几张照片 然后隧道里的地面上血迹斑斑 地上散落着带血的纸巾和杂物 什么好像现场还有目击者 所以你看现在有着微博了 说抬出去的是老人骨折的是中年人 头破血流的是年轻人 先到的是消防官兵两名和一名警察 现在大量消防官兵进入了地铁 很多商者问救护车在哪里 什么什么的 这是你看现场的人都发在网上的情况 但是我发现他们现在网络速度很快 一下找出来 不是第一回出事 本来我说咱们完全不懂 他们一说好家伙就说 怎么不是第一回出事 7月19号站台屏蔽门突发玻璃爆裂 这是过去出的小事吧算是 7月28号这事不小了 开错方向 开错方向 对这我说7月28号晚高峰 开错方向 一列满载乘客本应开往杭中路方向的 上海地铁10号线 这次也是10号线 10号线列车 却反常的向红桥火车站方向开出 我刚才说10号线老出事上海10号线 有一个有一个消息 那我觉得这就得 如果往胜了挖吧 我觉得还是这个 比如说管理啊运作啊 嗯 我觉得这个如果频繁出事 一方面是机械设备的事情 对 那么你不得不想一想 那么管理的这套人脉系统会不会有一些 问题 而且我们应该觉得地铁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一个地铁的一个所谓的 管理的管理局在管理这件事情 但是我今天我们在查这新闻的时候 我这边有一个网易财经的一个消息 我看了我也吓一跳 他说上海电器表示 上海的地铁10号线业务已转给中国北车 也就是说就那条线 他的列车他们还有分单号跟双号制造商是不一样的 然后业务也是转包给好像不同的那个人在在在运营 然后呢在结稿之前呢 他们打电话到那个中国北车的抖密处 暂时无人接听电话 你看你当然现在啊这个事刚发生了 咱们去说这个真正的原因有点为时过早啊 但是人们有一些怀疑 像说这个地铁线呢融资建设运营管理 四个环节就是你刚才讲的被分别切割给不同的主体 比如有部门采购了卡斯科信号有限公司的系统 但是运营如果出了事就采购是我采购的他啊 但是运营如果出了事呢 我不负责运营那块负责 所以这就属于这种哎呦天呐 这就这我们老开玩笑说铁路警警察各管一段 我这出事我这管你那出事跟我没关系 可能就差一步但是我也没关系 但是我过去觉得地铁是现在仅剩下的最安全 是我一直在这次有点动摇了我这个信心 你看我其实坐飞机我事实是有点恐惧的 我觉得恐惧然后到火车 不也地上的这也有很大机会出事是吧 弄头牛过马路你也能撞上 我现在说地铁专门挖一洞就给你跑的 应该最安全了这世界上 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我们聊起来 就是尤其现在我在写写一些舞台剧啊 创作的时候和编剧一帮年轻人们在一起聊的时候 说想写大家一种共性共同的心态 那么我什么是共同的心态就在挖掘 突然那天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 没有安全感 我突然听了我心里一阵是吧 没错 我说这个安全感这个字好像一般都我媳妇说 这肯定是他他他就一打仗就是我我没安全感 我以为有你这么个丈夫他没安全感 这别说太明白 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吧 一般女孩就没有安全感找一个男孩 没错 现在连男的也没有安全感 那你这个 而且是很多人都是缺乏这种财产的安全感 是 情感女孩情感的安全感 然后现在是很多人那种社会的安全感 生命的安全感 没错 所以这个这个现在就是这一档的事 这一档的事 这一档的事 真是像你说那问题 我就在琢磨我要去出去 我怎么去最合适 今天我来的路上 就是刚好在播这段新闻 那个时候只是说受伤可能十几人 但是我心里想哇塞列车相撞只伤十几个人 但是那个时候我脑海里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就在想说这下子连地铁也不安全了 以后做 因为每次上地铁还在那边发短信啊 大家玩听音乐什么就特别逍遥自在的 因为时间短速度快 你也不觉得会有在这么短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那时候忽然就去想 以后坐地铁该怎么做 一定得找个靠那个边有杆子的那个位子 坐着紧紧的抱着那个杆子 万一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 你可能会造成最小的损失 就像我现在坐电梯的时候 我一定会靠在一个有伏感的地方 然后两只手抓在那个电梯上面 因为我被关了好几次 是吗 我被关了好几次 装关个儿大的 不前一段不是有一个什么电梯掉下来 还摔死人 那个没错 没错 后来从那个之后我上那种滚梯 我都 也扶着旁边 所以不安真的是不安全感 这种真的 这个不安全感啊 他要是传染开了呀 你就不敢出门了 我就觉得要不说一个这个是信心呢 其实应该说80%还是安全的 对吧 是是是 但是你知道吗 信心要是一崩溃 没错 你这个事就乱了 一个社会我觉得真是靠一个信字 你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他们说飞机不会出事 说因为有有一个专门就搞飞机工作人说 你知道吗 说一架飞机90%他的这个零件部件都是为了安全 所以说出事比火车怎么怎么还干嘛 对 一般你都凭着这种信心 说他的概率比火车还低 可是我发现现在啊 老有一种外行的问题 就说谁知道 这个专家说的就是真的吗 所以你们专家就有一个有一段子嘛 说俩王墨在这比装死 看谁就谁先说话 完了那个这个俩都不说话 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说说十万十年八年 也也一百年二百年了 就是过来专家说说就拍摆这个王墨 说你别弄了 他早就死了 你怎么还装什么装啊 然后这就哦是吗 你都死了 然后那就哈哈你输了 专家话你也行 就说这一个一个段子 没错 是不是有意思 哎这专家为什么现在老是事后诸葛亮呢 就是是是是前 哎你怎么不不不不不不出事 哎光美我想起台湾台湾有捷运 有 捷运出过这种事吗 没出过事故是骗人的 但是这么大事故还真没有 这个这个因为我们台湾的有捷运的话是在空中是在 是那叫做什么就是在空中运行的那如果发生追尾的话 这个就是大事情了 大事情了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我不晓得 我觉得之前那个捷运刚盖好的 是因为他见的时间也特别长 他盖好之后呢他花了蛮长的时间一直在做很多的检测跟运行 这样子所以而且 万一一出事情的话 这个所谓的监管单位 那个那个抨击的声音可能会比民众的声音还要来的大 而且呢他去这次出这个事啊 我现在想啊就应了我这一乌鸦嘴啊 上次这个七二三的时候啊 我有个感觉 咱们的音乐人感觉没谱的啊 就是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啊 我们会进入一个就是这个公共设施出事的密集高发期到了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感觉啊 我们这个这个现代化呀 我们人还没有现代化 比如你平常交往朋友咱都知道 对这大大咧咧是正常事 你比如说你你在北京干活 恐怕跟香港你就会感觉到有这个风貌上的这个不一样 跟西方跟也也不一样 就我整个就怀疑就说 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半现代化状态下的人呢 先不要说制度 你就是有了这个制度 而且呢我就说改革开放30年啊 大干快上 那么大干快上现在差不多30年了吧 那一系列的事啊 那个裂缝就该出现了 比如说为什么乔就塌了 那个后遗症啊开始渐渐出现 就当时很多大干快上出来的东西 你看那个时候也是在哪啊 哪个呃城市为了迎接什么什么节日 说我们这个火车站要提前完工 漆了呱扎就铺了地砖 然后那个节日过了之后就把那地砖撬起来 重新铺 因为就铺坏了 因为你就这对 这种多快好省嘛 大干快上了 现在中国速度是一个这个这个说法 就是我们要以中国的速度去做什么事情 这就是超限的那种快很快 包括那个2012那电影里边说 最后问你船为什么在西藏做 而且里边就抬一次说只有中国可以做得出来 这就他就是这么一个 所以这个在这么快当然是我们的效率和我们的这个 这个拼搏精神啊 这都不说 但是在这么快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不会落不快了不洗腻 甚至会说 因为我觉得机器可以很快的完成 但是人的这个操控和适应 就当时那个不是有说 说国外的这个专家来了 拿了一套这个手册说我们要给你们培训几个月 几个月然后呢你们才可以怎么怎么样 那个不行我们三天必须就得 十天十天 十天十天 这是中国速度 创造奇迹的地方 你刚才讲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三个字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有点过度仰赖现代化 过度仰赖电脑的东西 你知道像法国地铁 我不想你在法国有坐过地铁吗 在巴黎的地铁 都得这样走呢 那个真的就像蜘蛛网一样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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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说看似很乱 但事实上它是非常有逻辑性的 我相信法国的地铁的那些所谓的操控室 一定没有咱们那么现代化 是是是 那他们可能会有很多 可能是60%手动的东西 40%是自动化的东西 但是你在法国 你只有听过什么人罢工了 都是人为的因素 而不会有那种 因为什么自动化的机器出了问题 而造成的事故 通常都是罢工 这家伙就坐在地铁上 跟坐在汽车上一样 都要随时提防蹦一下 追尾这是什么情况 前两天新闻联播最后一条消息 美国一个什么地铁漏雨 说地铁怎么漏雨了 然后地铁那门就成水帘洞了 然后所有的乘客很狼狈的打着雨伞 去逃出来 美国也有这事 但这是漏水的 他只是 对他不商人 枪枪三连行广告之后见 我得再次说 现在的消息 因为离时间点太近 还不能就说多么真 但是都是有言之有据的 有乘客向东方网记者反映 说地铁在剪辑情况下可以打开车门 但是他们在事故发生后 启动了拉门装置 却无法打开车门 最后乘客们从车头方向的驾驶室 离开列车 这个太吓人了 这个好险列车没有爆炸或起火的 万一有这样子的及时性的危险的话 那还等得到你爬到车头去吗 哎呦真是 我觉得现在真是像你说的 包括这个电梯 我都有这个感受 很多这大事要是说 为什么我们值得担心呢 上海我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 国际城市 国际城市 其实你说他再好再坏 我都认为他是第一 一流的水平在中国 不管是服务还是什么 你可以骂他 但是我跟你说别的可能比他还不如 我就想到哪儿啊 你甭说这个 你就说咱说那电梯都弄死人的电梯 我才发现呢 你像在我们家乡 包括在一些二三线城市 那个电梯啊 那可真是岌岌可危啊 用了多少年的老旧电梯啊 你上去都是呼呦呼呦 支呀支呀的 你甚至是要过磅秤 我就说过去之后就是说 哎前面那个往你往左边一点 往左边一点他就他就关上门了 要不然他就过 你你你会坐过这种电梯吗 对他讲究 站的地儿不对 他那门关不上 你站歪一点就上俩人他告诉你超重了 然后完之后你得 你不是怎么着得找那位置 一站哎不超重了 门关上了 你说深的还是不深的 就我经常做这个 所以说我就觉得啊 现在这政府肯定非常的着急 因为他们也会预见到我说的这种可能性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的地方 这么多的公共设施 这现在网络反应这么快 我觉得维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刚才讲到这个所谓的古董电梯啊 我还记得我在九几年的时候 有一段我在米兰住了半年的时间 我以前那时候我借住在我一个女朋友的家里面 她刚嫁人 她嫁到她夫家去 她夫家 婆婆送给她的一间小小的房子 那个房子是上百年的历史 就是那种很很古老的那种那种建筑物 没有上百年可能几十年的历史 那上面还有一个一个那个年份的电梯上面还有个年份 那个就是那种要打开门之后 里面还有一道门 你进去之后 你必须把外面那道门关上 里面那道门关上咔 那个电梯才会很缓慢的运行 那人家那也是一个古董级的电梯 我跟你讲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 我就我为什么那天咱们聊 我就老讲空调这个问题 他们头有人说香港不好 说香港动感之多 空调开的太冷 但是你知道吗 我就说 这当年正是我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之一 我说人家这就是资本主义 就是说什么呢 它是空调它就冷 你知道吗 你到我们的很多地方 它一个机器就没有机器该有的作用 你知道吗 你我有时候去一博物馆 我热得我 我说应该开空调 他说开了 但空调就是不能治冷 我们的很多机器 你发现没有 都是这样的 现在看一个广告 不是什么广告 一个新闻说 美国是什么地方 一个消防队 灯泡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一直亮着 对 你看那新闻吧 就是从那个灯泡 从那个消防队组建开始 就拧了一个灯泡在门口 长明灯亮了一百年 所以你看香港那些堂楼 那些个破楼 对吧 也有那个电梯 只能用一个人的 可是你看它不出事了 都秀了 就是维修 维修 对不断的维修 不断的检查 你知道吗 咱们这倒是新 是吧 崭新的 追尾了 你说这东西多吓过人